大家好,我是吳仔 今天講講一些有錢仔的故事 這個題目很厲害 李澤佳也做過魯麥 猜到猜不到 我都沒做過,他也去做 我出身是很寒微的 他是出身香港首富的兒子 也要去試試 其實很多有錢人都會讓他的兒子去體驗一下生活 感受一下民間的疾苦 究竟是不是呢? 為什麼這麼有錢要去做麥當勞呢? 今天找到一篇說說李澤佳 27歲已經賺了第一桶金 是4億的 4億 有精蟲 大個禮事 哪有4億? 很離譜 17歲就去魯麥打工 又說潛水捉鯊魚給李嘉誠 是不是小時候就是壞孩子呢? 今天講一下吧 內人尋味 你知道吧 通常人們會覺得有錢仔 就會扔著敗家仔 相提並論的 這兩樣東西 他懂得賺錢 起碼不是敗家 懂得賺,懂得花,自己找自己花 最重要是這樣 其實有錢人最怕的兒子就是 不是生產 富不過三代 很容易敗 第一代賺錢 第二代花你的錢 他再生一件 中間那個不懂教孫子 三代搞定 富不過三代 我看到很多例子都是這樣 李澤佳又如何呢? 這裡這樣說 李嘉誠的兒子 李澤佳 小小超 就說近來跟郭家文全分手 全成熱議 那些人呢 就說認識李嘉誠 都是白手興家的故事 那你知不知道 李嘉誠的兒子 都很創業的 原來 從小呢 是一位不聽老爸說的 李嘉誠的兒子 的名字 你老爸李嘉誠 很多人都說 我想我老大李嘉誠 就是他背負著這個名字 一路走下去 一路走下去 他憑著聰慧的頭腦 依然走出自己的創業之路 這樣做過什麼 為什麼會可以 現在27歲賺4億 這麼厲害 他呢 就是 他老爸 叫做李超仁 他是超仁的 人都做不到 那些賺錢的能力 他老爸叫做李超仁 兒子 李澤佳 在商界都表現得出 就叫做小小超 李超仁和小小超 又說天生聰明人 就不一定是一個聽話的小孩 這裡這樣說 我認為很多都是 尤其是科學家 聽話就沒有科學家 科學家就是不聽你說 我突破一些東西出來 有些人的性格是沒有辦法發展到一些新東西出來的 我告訴你 我小時候聽過一個人說 他說這個世界不會再有新發明 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已經發明出來 地球的秘密已經解開了 這句話是不是很好笑 我老爸說的 之後我就體驗著一個時代大爆炸的年代 我小時候的電話是搞的 到現在的電話 都很多事情搞的 所以說 有些人的性格是適合做科學家 有些人的性格是只能做普通人 科學家是不聽話的 不聽話的人通常都是很聰明的 如果不聽話的話 聰明和知道世界的法則 李澤佳的朋友這樣說過 李澤佳從來不是一個乖兒子 很小的時候很喜歡跟爸爸爭辯 我小時候就 我明知道他不對 我也不跟他爭辯 我免得說 有些事情 適合就說多一句 不適合就算了 我個人是這樣的 但是李澤佳會跟爸爸爭辯的 他爸爸應該也挺厲害的 也會肯跟他爭辯的 跟那些聰明人爭辯 如果爭辯就更加聰明 小小年紀的李澤佳 不想伴隨李嘉誠的光環成長 總會執著要自己獨立完成一切的事情 就說 這些叫做 在裡面的人想走出來 我們在外面的人想走進去 誰不想做李嘉誠的兒子 他又不想 我不想 你不要提 你不要提 你試試不是李嘉誠的兒子 你住劏房也像 你不知道的 所以有些人 覺得爸爸的背景 令他不喜歡 總之我想 不知多想 每個人都想 那時候有多少同學 夢想就是李嘉誠的兒子 說到他十二歲的時候 試過獨自在老爸的私人遊艇後面衝浪 即使當時李嘉誠阻止他 但他喜歡挑戰新事物 也堅持嘗試 那就當然了 十二歲這麼小 在遊艇後面自己衝浪 是吧 離世譜 這些很頑皮 這些 他是反叛的 如果這樣看 他說 嘗試過長大之後 喜歡駕快艇 駕飛機 和潛水打魚 就是他的興趣 全部都很刺激的 他喜歡一些刺激的 快艇 駕飛機我真的不敢 打GTA都無妨 潛水打魚 也是全部那些 一個不小心就會搞定 他說這些活動 多次被李嘉誠阻止 他這麼頑皮 哎 我很乖的 收我吧 沒有的 緣份的東西 不是就不是 十七歲那一年 李澤佳潛水 成功捉了一條鯊魚 送給李嘉誠 這麼厲害 嘩 他說十七歲那時 亦都被史丹福大學 取錄 於是就和哥李澤鉅 在美國獨自生活 嘩 開心了 自己在美國又有錢 嘩 是不是這麼有錢呢 他說那時和李嘉誠 希望李澤鉅和李澤佳 可以互相扶持 但是最後兩個人很少來往 而李澤佳認為自己長大了 為了不動用老爸給他的存款 首次在快餐店麥當勞打工 在食市賣雪糕 兼職賺錢 同時擔任哥爾夫球的球童 嘩 這麼有骨氣啊 他爸爸沒有教他 其實有錢人都不需要用時間換錢 但他竟然去打工 是的 這個可能不知道為什麼呢 還是想自己體驗一下 可能那時正在讀書 唉 很多人都 正在讀書都要做兼職的 不知道他怎麼想 當時 但如果可能他那時候 用他爸爸給他的錢 可能就是另一個世界 那就說他了 之後這段說 二十七歲賺第一統金四億 怎麼做到呢 後來基於個人因素 離開學校 就沒有在史丹福大學畢業 最後還是畢不了業 不過不要緊 讀書那個學位 是被窮人拿來建工的 他不用 對不對 說真的 說真的 那時 許冠文有一個棟篤少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很有趣 好像一個讀書不多的人 請那些讀很多書的人 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對 就是這樣 你不覺得嗎 1987年他就休學投身社會 在他爸爸李嘉誠有份 投資的加拿大投資顧問公司 哥頓資本公司做事 讀書這些是玩的 體驗生活的 1990年就進入和記黃暴工作 後來就創辦衛星電視 就成為科技界巨頭的重要一部 李澤佳和他爸爸一樣 有生意頭腦 能夠捉緊市場先機 在1991年 向李嘉誠借了五億 投得香港首個衛星電視 開播後 兩年間覆蓋五十個國家和地區 事業一飛沖天 在1993年 李澤佳更將衛視的六十四個百分之股 轉售給澳洲媒體大亨的新聞集團 短短兩年只賺四億 二十七歲賺到第一桶金 我以為有這麼厲害 問李嘉誠借了五億 哦 先投得香港首個衛星電視 就賺四億 如果我爸爸給我五億 我都可以賺到四億回來 兩年 我以為生意頭腦 這些又不是他的兒子做不到的 這門生意 那厲害不厲害呢 他都厲害 他看到先機他都厲害 是啊 他都厲害 但是 有些厲害不到你厲害 好像你這樣 你說我看到殖民上火星可以發達 你只有我講自己 別人以為你傻 Elon Musk正在做 全球首富Elon Musk正在做 甚至現在 連Johnny Depp的老婆都賠了世界首富 對不對 有錢那些 他想怎樣就怎樣 沒有錢那些 你就是這樣 你想到沒用 你做不到 李澤佳做到了 問他爸爸借五億 賺四億 原來這就是他第一桶金 好了 李澤佳就說 談得成就談 談不成 私人飛機岸上等候 什麼意思呢 據悉當年李澤佳獨自 就跟這個 剛才說的那個 澳洲媒體大亨 在遊艇上談生意 當時外傳李澤佳表示公務繁忙 談得成就談 談不成的話 私人飛機就在岸上等候 他表明出一分鐘都不願意多留 這些就是態度 因此也在短時間內成功 令那個人高價買了 也繼續以第一桶金創野 這麼困難嗎 談得成就談 談不成的話 外面有飛機送你走 一分鐘都不願意多留 這些就是態度 學到東西 這些很難效法的 有些叫做賺錢買花大 他贏同輸 其實他都不會輸 是不是 他可以博 但有些人做生意就是 我真的很有誠意談這件生意 這個就不是他的口 就不是出著他的風格 好了 這麼說 老超人做一輩子 不如小小超搞一下 1993年李澤佳成立私人公司 營科拓展 短短六年間 營科數碼動力公司 借學得信街上市 令人驚喜的是 當時的股價一日暴升23倍 因而令李澤佳身家暴升至379.6億 就榮升香港第四大富豪 當時的市場有這樣的說話 李嘉誠做一輩子 不如你搞一陣子 大讚兩父子都是生意的能手 嘩這麼厲害 好了 說到為擺脫李嘉誠的光環獨自創業 1999年李澤佳取得數碼港的項目發展權 2000年 2000年 就是人生另一個高峰 說服了120億美元銀團借貸 擊敗了新加坡的電訊和新聞集團 再與營科動力合併為電訊營科 變成當年亞洲最大的拼購項目 因此被稱為Cyber Kit 不少人對李澤佳的創業之路感到慨嘆 亦認為電訊營科絕對是李澤佳獨立於爸爸取得成功的標誌 這裏看也是 當年這個Cyber Kit 他的Cyber Look 戴眼鏡鏟過光頭 都很多人效法 就不打胎 很多人戴眼鏡不打胎 社會治療以為自己是李澤佳 都不知多少 是啊 其實有些成功人士的造型是會令到一些人效法的 新光頸漂亮 打胎 事事正正 人家這麼有錢 又不需要分界 又不需要戴眼鏡 又不需要打胎 跟著他 很多的造型就是這樣出來 擺脫了他父親的光環 他說背後付出了不少努力 雖然後來李嘉誠也曾入股電訊營科改善公司股權結構 但是李澤佳 就是聰明的 的確令到他在商界相當亮眼 就說是成功人士 對 之後的延伸閱讀 就說到他其實都有九段情 厲害 這些花邊 有到花邊新聞 九段情 有不同國籍的女子都有 讀書厲害 明星又有 什麼都有 54歲的了 就說李澤佳 跟香港小姐貴君郭家文 就傳他們分手 都不知道是不是 講來講去都不知道是不是 就說他情史豐富 什麼國籍的人都有 但是發現他忠誠於一個項目 忠誠於一些女子 讀一個行業就是法律界 九位裡面有五位是法律界出身 嘩厲害厲害 那究竟有什麼人呢 第一位就是他律師校友 他那時候在史丹福大學讀書 他的同窗物友 是新加坡華人 是新加坡華人 拍拖一年 性格不合分開 現在都是律師 移民到美國生了兒子 他們1992年拍拖 挖散別人的情史出來 另外一位呢 剛剛那個新加坡 這位是日本新聞主播 真正家流淚 嘩 又是1992年 相識李澤佳 兩年之後正式相戀 當時李澤佳做事就在新加坡 這位真正家流淚 是日本名 為了可以多見李澤佳 遲了當時NHK的工作 就在新加坡ABN發展事業 但是兩人最終在1998年分手 他算是李澤佳情史裡面最特別的人物 是這樣的 另外呢 最美麗的女法官 沈志偉 1995年 沈志偉和李澤佳 因同在 方寧生開的舞蹈學院 學舞 而爆出緋聞 有指他們 就是 疑似曾經在遊艇上 共渡糧宵 這樣寫 有香港歷史上 最美麗的女法官之稱 沈志偉 就為中環某律師行的大律師 他父親 就以故大法官 沈程 啊 都真是 挺好樣 挺好樣 詩正 另外呢 就刑科之花 林惠儀 1999年 被傳 和他呢 在澳大利亞 留學回來之後 就出任刑科市場 經理 這個女仔 在澳洲那邊 回流回來 就出任刑科經理 他父母經營的製衣廠 他說 有一次被拍到 李澤佳一起看電影傳出緋聞 嘩 這樣寫 寫完文筆也不通信 即是他父母做製衣廠 這個女仔 就從澳洲留學回來 做了這個刑科市場的經理 他的戀情一直保持低調 他說這個女仔非常重視愛情 但是當時33歲的李澤佳 博薩琦 工作擺帶一位 很少陪女朋友 就這樣 就這樣 就說 拍到林惠儀經常都等著李澤佳 這樣 那 當時呢 媒體心目中 就這樣形容林惠儀 說他溫怨大方小鳥依人 關心男友 也都連他身邊的朋友都關心 非常體貼 不過後來 就說想找回自己 決定跟李澤佳分手 讀自非去倫敦讀法律 碩士 哦 這樣 都是讀法律 那 什麼 李澤佳說 分手感到傷心的時候 愛傳他跟朋友說過 本身是結婚對象的 後來指兩人分手後 仍有一段時間保持聯絡 畢業之後 還幫李澤佳幫他 找了一間律師樓做事 現在他結婚生的兒子 這樣 另外有位葡萄華籍的資深裁判官 叫李素蘭 也跟李澤佳傳過緋聞 傳出異人低調拍拖 這位李素蘭是法律世家 他真的偏愛讀法律的人 這樣 之後 蓮卡佛高層 2004年 有業務的關係 跟蓮卡佛高層 Emily 有個很短暫的交往時間 另外還有個法律界混血兒 叫羅愛欣 也是 在英國和荷蘭讀過法律 這樣 就說 跟李澤佳在同一座大廈上班 而結束 真還是假 不知道 跟羅愛欣 好像在電梯那裡 兩個看著看著 拆出愛火花 這樣 最終因李澤佳不定性而導致分手收場 哇 愛傳而已 傳聞而已 唯一為李澤佳生子的就是梁樂施 原來是楊子瓶介紹給他認識的 2007年 介紹梁樂施給李澤佳認識的 生了三個 最終是2011年分手 結束三年情 嘩 接著還有 法律系環球周濟小姐趙雅琦 這個很凶狠 我看照片 看著看著皇冠 嘩厲害厲害 就在2009年和2011年 嘩 他介入 嘩 介入梁樂施的感情當中 獲李澤佳的重行 嘩 雜誌這樣寫 不過這些花邊東西 都不怕 周星馳 如果這個對象是周星馳 可能就弄一封律師信給你探 不過這些東西是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上網看的 先說出處 有錢撈不得罪得 女生日常 哈哈哈哈 他搜集了很多資料回來 讀一讀 大家都想知道 這麼有錢 不過好像有些女生 好像這一篇也沒有說 其實這些都是花邊而已 我本來本來想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一個 所謂的富二代 是怎樣 又聰明 又27歲 賺到4億 我現在知道了解又深了 因為每次講講李澤佳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 走進來留言 看看 看看究竟這個人的生活是怎樣 因為很多有錢人都 其實經常說想做李嘉誠的兒子 那究竟李嘉誠的兒子 又是如何的呢 這樣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LIKE SUBSCRIBE PAY ME LONG LONG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